嗨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呢 是一個新手教學影片 那今天的影片主題叫做 新手把大地色系眼影盤收起來 好 今天呢 算是一個初階版 就是我今天只使用了兩個顏色的眼影 畫出三種不同的畫法 那 其實這兩種眼影呢 一個就是霧面的大地色系 跟一個是很亮的顏色 那我今天選的顏色是 這個很亮的藍色 那很少人會畫這種 亮 這種很 怎麼講 很亮很突兀的 這種藍色的眼影 那今天使用的眼影盤是這個 LORAC他們家的去年的 夏季限量眼影盤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挑戰這個藍色 到底要怎麼畫 好 然後呢 因為今天會用到霧面的 咖啡色眼影 原因是因為呢 像那個很亮的顏色我覺得 如果你的咖啡色還有 帶那種很亮的珠光或什麼的 其實會有一點點讓你的眼影 看起來好像失去焦點的感覺 因為我們用霧面的大地色系 其實就是不要讓它是主角 然後我們的那個藍色才是主角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的話呢 你可以拿出你的眉粉 然後眉粉有深的有淺的咖啡色 可以做自己喜好的那個搭配 那今天的教學有三種畫法 所以請大家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 我現在是素顏的狀態 然後只上了眉毛 然後就是整個臉都是素的 嗯 不好意思 就是我最近擋了蠻多痘痘的 然後 好 給大家 前面先開始之前 先給大家一個小小的建議 就是呢 如果你是新手 然後你很容易不小心就是眼線啊什麼的沒有畫好 然後你就需要把它擦掉或什麼的話 或者是說你的眼影很容易你就是弄的會掉粉啊或什麼之類的話 你可以先考慮先上眼妝再上底妝 因為這樣子的話你的就是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弄出出去 你可以直接把它擦掉都沒有關係 然後你整個眼妝都上完之後 清乾淨之後再開始上底妝 就是提供另外一種方法給大家參考 這樣就不容易把你的底妝弄髒 好 然後呢 首先呢 我要先用這個 MAC MAC 他們家的這個當作眼影打底妝 然後這支刷子 是 Sigma 的 Eyeshadow Base 上好之後呢 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 因為我本身的眼皮顏色比較深一點點 帶一點咖啡色 那如果我要上那種比較亮的顏色的時候 就需要上這種比較白的顏色 當作打底 我們第一個要使用的顏色呢 是這個霧面的淡的咖啡色 那如果你沒有那個霧面眼影的時候呢 你用眉粉的話 可能就是沾取這兩個顏色 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先拿大的刷子 然後把整個眼窩用霧面的咖啡色打印影 第二個步驟呢 就是拿出這種一般的刷子 一般大小的刷子 然後沾取我們的藍色眼影 直接上在這個 我們剛剛留白的地方 這樣子就完成我們第一個眼妝了 那為了讓大家看的 比較不會覺得它看起來很奇怪呢 所以我決定先畫一點眼線 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如果有眼線的時候 看起來大概像怎樣 有眼線的時候呢 看起來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嗯 其實我覺得看起來還蠻可愛 就是有點就是 糖果色的感覺嗎 然後我今天要戴這個髮服 第二個分享呢 比較少人這樣子畫 但是我自己覺得還不錯 我們一樣拿出我們的 霧面咖啡色眼影 但是是深色的 那如果你在用眉粉的話呢 就是沾取最深的這個顏色 然後呢 直接上在眼皮 就是 靠近根 眼 靠近根部的位置 畫好之後呢 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霧面咖啡色眼影 那這時候呢 再拿出我們的藍色眼影 點在我們的眼頭的位置 這樣就完成第二個眼妝囉 就是 呃 眼頭位置呢 打上那個 藍色的眼影 然後我再畫一下眼線給大家 這是第一種 這是第二種 看大家喜歡什麼種的感覺 另外呢 第三種呢 是我覺得應該一般人 最容易簡單上手的 那一樣就是 拿我們的深色的 霧面咖啡色 然後上一個 簡單的大地色系的眼影 畫這種眼影的技巧呢 其實就是你現在眼影 就是眼睛靠近根部的地方 先畫出一條 然後呢 等你畫好之後呢 你就 就是刷子 再直接往上這樣子暈 就在交界的地方 把它刷霧 接下來呢 拿出我們這種 扁平的那個 眼影刷 沾取我們的 藍色眼影 然後上在 整個下眼影的位置 上好之後呢 那今天的這樣子的眼妝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畫眼線 畫好眼線之後呢 大概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嗯 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 它其實會有一點點像 就是 下眼影是主角的感覺 然後 我們就開始上完全妝了 上完睫毛之後呢 大概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那其實 因為我上下 睫毛 所以你的那個 眼影到 後來就是看起來 其實不會太誇張的 亮 上完眼妝之後呢 第一步驟呢 我會先用就是 我掉的 潤色的 隔離霜 或是妝前乳 上 我的 臉頰 就是 先修飾一下 我的膚色 因為我膚色比較黃 蠟黃一點 上完妝前潤色之後呢 我想要先從遮瑕開始 那這個是蘿拉的眼部遮瑕 我的色號是3號 我要先直接用 使用這個的時候呢 我會想要先用手 然後再用刷具把它點開 所以我就先直接用手指頭 點在我的 黑眼圈的位置 嗯 3號其實這個顏色還蠻深的 可是 因為 我的膚色本來就比較深 而且其實遮黑眼圈的時候 然後像那麼深的黑眼圈 應該要先用深色才 就是它才蓋得掉 然後這個其實有一點點偏橘的感覺 所以它比較好遮掉 黑眼圈 上好之後呢 再拿出這個刷子 這個是Sigma的P86 然後 因為它比較小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 黑眼圈遮掉 其實看起來 氣色就差很多了 然後剩下一些痘疤呢 我今天用的是 露華濃 Ravalon他們家的 遮瑕膏 這個色號是 004 然後直接上在 我需要遮瑕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遮瑕的地方 都蠻局部的 所以如果我局部遮瑕之後 其實臉上看起來 就沒有什麼瑕疵 就不需要上 太厚重的子妝 再來呢 拿出我的那個 Real Technique的刷子 直接用點的方式 如果你希望它的遮瑕度 不好的話就是用點的方式就可以了 遮瑕完之後呢 其實看起來就還好了 然後 所以我今天要用這個是 Eat Cosmetics 他們家的CC Cream 就是 這是他們家的CC霜 它有 SPF50 然後 它有 鴨頭 我的色號是 Medium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很喜歡這個CC霜的味道 我感覺起來很清新 呃 好 其實我只是要上一點點就夠了 因為只是稍微的 就是蓋一下而已 因為我瑕疵的地方都已經遮掉 然後為了不讓我剛剛遮瑕的地方 被我抹掉 所以我是用點的方式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遮瑕膏了 上好CC霜之後呢 我們就來用打量 那這一個是露華濃Ravon 他們家的遮瑕膏 然後色號是02LIGHT 那打量呢 其實是要打在這個 三角部位 然後 不要打太大 不然看起來會覺得太白 就會有一點點像 疙瘩系的感覺 這個小小的三角形 還有T字 像我們化妝的時候 不是這邊都會想要把它打量嗎 所以就是在T字的地方 給它 讓它比較白一點 然後一點點在這邊 一點點在下巴 然後一樣拿出這個 real technique的刷子 然後 直接在這個地方點 那眼部的這邊的那個打量呢 你看這樣看起來就有差別吧 這樣看起來覺得 臉感覺比較暗淡 然後這邊這塊有打量 看起來就覺得這邊比較膨 蘋果肌這邊比較膨 雖然它是在眼下這個三角的區塊 然後注意的是 盡量不要超過這個地方 不然你看起來會覺得臉 你的蘋果肌到這邊 就感覺 感覺臉會變很大 底妝都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定妝 那今天用的是 Mega Forever的HD蜜粉餅 它是沒有顏色的 那刷子呢 我用的是這一支 E.L.F.他們家的Kabuki Face Brush 直接上 最後呢就是修容的部分了 今天用的是 E.T Cosmetics他們家的 這個漸層修容餅 這個之前也出現過 然後今天這支刷子是 Sigma的F05 然後沾深色的地方 那 這樣 修容呢 其實我都是用畫圓的方式 但是當然是看你的刷具是哪一種 然後呢 其實如果你想要這邊有陰影 應該是要從下面往上 這樣子 這樣子的影子看起來 才會是從這邊出來的 不然看起來會像家暴 就是這邊一條黑黑的 好 修容上好之後呢 我們來上打量 那 一樣拿剛剛的那個 E.L.F.他們家的 Blush Brush 腮紅刷 然後刷上面這個 然後放在 這個是顴骨的位置 最後呢 是上腮紅 那今天比較特別 今天是用這個 是 Addition他們家的 液態腮紅 那 之前呢 我的那個 Hole裡面有分享過 那這個我覺得 因為我是 美妝版 很多人推薦 所以我就買來試試看 那我真的蠻喜歡它的妝感 因為它感覺是你的 皮膚透出來的那種紅 就是不是 因為有時候粉狀的腮紅 會讓你感覺這邊的粉 是厚厚的感覺 那我想要用的刷具 是這個 E.L.F.的刷具 我覺得 兩個搭配起來還蠻好用的 那上腮紅的位置呢 其實就是盡量集中在 前面的位置 最後呢 今天呢我想要上一點點 護唇膏就好了 就不要 有太多的顏色在臉上 我今天用的是 契爾士他們家的護唇膏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分享 那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好那就這樣囉 下次再見 掰掰